當時這個來函是 市場環境保護電腦委員會有反應 說要貪圍要參加我們這次的婚姻 在私助理師的會議裡面 也充分討論過 我們會後也把會議紀錄跟電傳給環保署 然後操環保署的這個承判單位要了解這項的經濟檢案 這是8月11號的第一次的臨時會議 這邊提到河中耀委員會將何思論何思之際 與委員會的名譽上出中共行政立法院 有關這個結議辦理 這個行文有在10月26號已經正式行為了 另外一個結論是 陳貴子委員提議台電如華 在100年12月前具體提出 和思之際的7個決決方案 建議您暫停 這次有關這個會議的結論 聯合會也參考給我們 建議審慎檢視和案相關的消滅公務層管理層面 也請經濟部督導聯署 今天去屋總這一邊 我覺得現在也會針對這個說明一下 因為這個實踐點是在今年的年齡 所以我們在這一邊 進行下次會議再繼續追蹤一次 有關7月29跟8月11日兩次會議的主結論 大家報告到這裡 謝謝 感謝科科長